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炭腩韭菜那下時間下午的5點22分 我們就來錄製今天禮拜五的第2部補牌影片 那是在這邊 高麗到聖茂 總共就10檔 我們來看一下吧 那高麗算是說 在這個儲能裡面比較慘一點 那他到底 到底是不是很儲能 到底有沒有接到單 我是不知道 反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其實還有蠻多檔 因為也沒有到蠻多檔 可能就東元啊 然後 對,東元可能也比較慘一點 那其實這個就摸到壓力啦 這個 我們那時候就有說嘛 對 摸到壓力嘛 那如果說當初你是在這個地方 那去桌金廠的人 那其實這邊就有10%了嘛 然後拉上來這邊就15% 所以無論如何 你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空間 你有10%跟15% 這個兩個地方可以去做 考慮的一個賣出 所以 因為我是有看到你們對話 對,我知道你是沒有賣 那我不曉得你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你還不想賣呢 還是什麼樣 那目前 就還是看這個區間吧 就目前應該看這個區間 因為昨天有去 摸到這個上影線 所以 對,區間就這樣看吧 就沒有什麼 特別的吧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只是你沒有賣嘛 對,就沒什麼特別的 OK,那看一下這個 紅康 那紅康的部分是 比較 難懂一點 但 只能這樣說啦 就之前的 匡匡匡匡匡匡 然後這層是匡匡 那再來的 這一層 也是匡匡 那現在這一層 也是匡匡 就這樣子 對,然後 比較 不太確定的是 他的壓力 曾經是在大概抓到254 255 但他這一波上來呢 看這邊有沒有爆打量 有量喔 爆打量最高點是250 然後這邊也247 這邊248 所以 恩 就還是一樣看這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能不能夠往上拉這件事情 我也 不曉得 我也不曉得 對,所以就 有興趣那當然 我覺得這手近低一點就好 有到支撐啦 然後 假設真的有想進場 那手近低一點 那他算是這個檢測的部分 那檢測 電子驗證 電子驗證最近也沒什麼量 所以我覺得 可能這個要很賭啦 賭他會反轉 不然我覺得 就比較偏冷門一點點 比較偏冷門一點點 好,那我們中行 來看看吧 來看看吧 OK那中行的部分我也是 大概抓啦 大概抓的話就是抓這邊 曾經的一些壓力的位置 那拉過來的話大概就是在 54.755這個附近 然後 我比較care的是他在12月5號這一根爆量 這根爆量 爆量是說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賣給誰嗎 有可能這一根就是全部 一大堆賞戶套案裡面 那 誰來幫他們解套 可能就沒有人 那如果說裡面有掺雜一些可能一半 或是一半以上的大戶 或是主力 那就有機會去做一個解套的動作 那 如果你對於籌碼 研究非常厲害的話 非常透徹的話 那可能 你去研究一下或許知道 但是我 我本身沒有在研究 那我自己也略過這部分 因為我覺得 他們會這個匯播 你也不知道說到底是不是 你買的這個人根本沒有撤 比如說他在底部這邊拉了這幾根 到這裡為止 這邊到這邊為止 你看到了某個大戶 他都沒有賣 但有可能他在 這一天買完之後 他就匯播了 我說前面就匯播 然後 這一天去賣掉 這是有一個 機會的一個可能性 那 目前看了支撐就在這裡 但是我應該是 沒啥興趣 就像我 我之前說的就是 如果說整個全面在起漲的話 我不會把目光放在一些 我認為 後世比較沒有辦法再繼續往上去走 甚至 前面還有一個高點 前面還有高點的 這一類的股票 就是我在那時候說 為什麼我不想要做 散裝航運股的一個 想法 當然他有可能再去 創新高這件事情 但是 我會比較偏屬於 就是我把 現在如果全面起漲 全面都在翻漲的話 我會把目光還是放在 電子股的那個區塊 大家這樣還是 每次遇到都講一遍 每次遇到都講一遍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 想法 當然 我覺得秉持著 所有個股都會往上走這個想法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然後看一下這個域名吧 那域名部分的話 可能他比較像是摸到了 9月9 9月9跟這一個 12月1號的高點 再多天有一些支撐 當然 這兩檔都是看到有支撐性的一個存在 但是我一樣都不會有 太大的興趣 主要也是因為看短期之內被出貨了嘛 如果短期之內沒有被出貨的話 倒還覺得OK 像之前這個被出貨的時候 我在那天復盤也有說 但是 講完之後他往上走 對那 我會說 就是我自己判斷錯誤 或者是說我本來就沒有太大興趣 所以 心裡不會覺得說自己判斷錯誤 我那時候想法是這樣 但確實在這兩天 這兩天看到他一直翻檔上去覺得說 是不是 會有一種想要追的那種慾望 不過 我還是 偏啦 偏認為 就算我不去看籌碼 我還是偏認為 12月5號這個應該是賣給 大量的散戶啦 個人覺得 所以 這兩檔我絕對不會有興趣 因為現在有太多 好的個股去做 我願意去買儲能 那 他的這個未來 不是說這個台電這個 智慧電網的這個部分 每年他那個金額是不斷不斷太高 就算我是一個沒有很偏基本面的人 我還是覺得說 敢上選這個 還是比較強一點點 至少不會說 這個 航運股就是被之前的 2021年炒高了 這樣子 OK那看一下這個 納納克吧 納納克之前在 復盤沒有說過一次 就是教大家說 ㄟ 這個看那個結構的人會怎麼去看 這邊稍微再講一下 那時候來 那時候復盤的時候是這個 10月28號 那我就說 如果說你是做多人 你就覺得說 已經突破了 那如果說你是 做空的人 你會這樣拉 做空的人你會這樣拉說 他還壓之柱 他還壓之柱 那時候解釋給大家聽 對不對 就是說 這個是 我覺得劃線 劃下降趨勢線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 很耐人尋味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需要細心去品嘗 那我品嘗到最後 我就直接不相信了 我就直接不相信 就是 我不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會反彈 比如說這根會反彈 是因為 我下降趨勢線劃對 所以他才會反彈 我不會這樣認為 我會覺得說 就是剛好今天 大部分的個股是全面起漲的 就大部分的個股是 像昨天是三分之二點 那今天肯定 我是沒有看數據啦 不過一定是肯定是三分之二 都是上漲的 是樣子嘛 就是說他只是跟著大盤去上漲 然後剛好被你蒙到 我只小心你剛好卡在這邊 這樣子一個 結構而已 我個人是這樣子想 那目前呢 我還是仍然看著 前面的高點 前面高點 所以還是75塊的突破再看 然後 這邊 恩 對啊 這是我自己有畫一個 一個頭肩底 所以說這邊這個位置 恩 試卡一下 然後 如果啦 如果你認為這邊 這一個結構的 隱窺比OK的話 那你上沒關係啦 那這隱窺比有可能放在這根 低點吧 2%然後 去 賭這邊的一個 7%的一個報酬 這樣子可能隱窺比 也有個1比3 那還OK 如果興趣的話 不然的話其實 最好的一個 最好的方法 我覺得是 等在76塊的一個 大突破 就是連2020年的 2022年的高點 也一併突破 然後比較有機會去挑戰他的一個 恩 錢高這樣子 96塊這個地方 好我們看下一檔 合碩 那合碩我們之前就講過 那就是看這張圖就好 合碩之前就有畫一條線 然後也是有丟進區會員個股 11月15號 11月15號的位置是在這裡啦 11月15號 這一根 那那時候說支撐就在這裡 所以 他摸了一次 兩次 三次 然後 稍微小掌而已 那目前呢 我覺得 恩 這一根的大量 還是非常的 不明確說 他的壓力在哪 因為 其實這裡 到這邊都還沒有到達嘛 然後這裡 這邊有稍微摸到這一個 82 欸搞不好他真正82壓力 82這邊會有壓力 所以 我只能說 目前以格局來看 這邊是一層 這邊是一層 就沒有辦法再多做說 多的說明 就不知道這邊 這個人壓力肯定很大 12萬張 就像那個嘛 就是跟那個散狀行運一樣 我說 他那種爆量 我還是比較認為說是散戶去 進場 然後被倒貨下來 或者你不要說完全是散戶啦 稍微有一點資金的忠實 或者說家裡開店 或是說有那種好幾棟房子的那些 可能大韭菜大散戶 或是說甚至 有一些銀行 或是說 那種超大 超級 超級有錢的散戶 他們還是散戶嘛 他們就是 沒有辦法去作駕 沒有辦法做主力做的事情 那就是有機會還是會被割掉 對 那還有看到一些投信 還有買散裝行運 這我就還蠻好奇 到底怎麼通過那個 這是他們審核 然後進場去買 就是蠻好奇 我覺得 散裝行運裡面目前 最強應該是只有星星吧 不是那個 3037 而是那個另外一個星星 然後看一下這個 極優 極優部分呢 他的壓力就明確嘛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 是不是有講過嗎 還是沒有講過 12月2號的時候講過啦 清清講過 所以 就在等他突破啊 那個 講過的那個圖就自己 好好記一下吧 因為他 結構也沒有做任何的改變嘛 好我們還有冒打吧 那冒打的部分 那時候我在切換那個 支撐的時候 在想說到底切換正確還是不正確 反正目前就 後來就改成到175了嘛 然後 現在感覺上比較像是在 我們就單看嘛 單看 我們就不用畫很精準 單看整個圖形的話 就很像在說高檔的三角收斂 很像啦 但是 如果說 我們能夠等到這個地方的圖 大概算是207 突破回車的話 或許是 機會 那底部這個支撐 我也不曉得 是在哪邊 就大概做的話是194 但我會覺得 嗯 就 比較 難懂 比較難懂 個人覺得 比較難懂 就大概這樣子吧 就沒有辦法 判斷的非常的 精準 這樣子 OK那我們看一下協議機吧 那協議機也 沒什麼特別喔 就是說 呃 之前的結構是 這裡是一個框 然後 這裡 是一個框 然後這裡是突出來 我一直在思考啦 不知道這樣話大家到底看不看得懂 就是說這邊是壓力 壓力壓力 突然突破 突破理論上他衝上去 但他沒有 所以要做一個假突破 然後後面這邊壓力壓力 後面這裡關鍵的是這裡 喔 後面的 這裡 這裡這裡 就是 收盤都沒有上去 所以說 現在我們還是一樣 等待 可能31.5或32塊 因為在近期兩天 這兩根有量 然後摸到32 或許他的壓力會被 往上堆疊 那堆疊上去的話 變成說 壓力轉為支撐嘛 那變成說支撐就變成在 32塊之類的 所以 就 還沒突破嘛 就等待吧 好 看一下這個 生帽 那 生帽的部分的話 因為其實現在有蠻多個股在往上走 所以 這一檔我沒有太大興趣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圖 對有一些圖會覺得說 畫得真棒 畫得真漂亮 那像這一檔我就 不知道到底畫得漂亮還是不漂亮 反正目前的格局就 大家算是這樣子嘛 然後今天確實有一根 有量 然後又是突破 又站回去的概念 又站回去的概念 所以 或許他在尾盤 都是一個還不錯的位置 就僅限於尾盤 那可能在下周 應該就要走出來 就是說他做了一個破底 那破底之後 理論上就應該往上去 撞往上去拉高 那就比較符合他的一個結構 所以說目前是這樣 就是一個小 假突破然後掉下來 然後就往上翻 對那 這個位置 感覺算不錯啦 那或許是真的有機會來挑戰 80吧 不曉得 不曉得 那就看看吧 有興趣就看看吧 OK那這邊就 10檔就講結束啦 就不講再多講2檔 我們就 抓10檔 然後這部影片應該在明天的中午12點發 好 就這樣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看著大家 括了 我們下個影片 إ然後看著大家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